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常量定义 在每种语言中都有常量 但是ES5就没有 所以ES6就增加了个功能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知识点 就一个COST关键字 干什么呢 定义常量吗 对不对 怎么定义 咱们看实战演习 大家请看 就这么定义 和其他语言是完全一样 COST 空格 变量名 常量名 空格 然后等于 后面是您的常量 就这么简单 这个常量定义完之后 当然了 它是不能够变更的 比如说 我想把我刚才这个DATE10 变成100 不行吗 常量怎么变 跟其他语言是完全一样 然后 注意看 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 这个常量 我定义了一个数组 有三个元素 10 20 30 我把它打印出来 没问题吧 打印出来之后 我想把数组里面的值 变化一下 行不行呢 行 行啊 没问题 那有朋友说 这不常量吗 常量是指的数组本身 并不是数组里面 每个元素的值 所以说 数组本身是可以变的 但数组是不能变 比如说 大家看这个 我把LIST 让它再等于一个新数组 行不行 报错了 为什么 你变的可是LIST 变量可不是数组的值的 所以说就会报错 这就是常量的一些规范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实际的例子 我这件个文件 稍等 test.js 然后咱们一点点的拷贝 咱们先来前三行 OK 我运行一下 咱们看一下结果 Node 空格 test 回车 大家请看 10吗 对吧 常量等于10 没问题 然后呢 我让它等100 常量等于100 这是违反规则的 所以说它就要报错 哎 怎么样 常量报错了吧 你不能够给常量赋予一个新的值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我把它屏蔽掉 然后咱们走下面的代码哦 好 咱们看啊 接下来 我要定义数组 10 20 30 有三个元素 能不能定义 肯定可以吗 好 运行一下 你看 数数了吧 10 20 30 这是一个三元素数组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我要变更一下数组某个元素的值 比如说第一个元素 可以吧 试一下啊 常量是数组常量 并不是数组元素常量啊 好 试一下啊 够 哎 大家请看 120 30 说明什么 数组元素是可以变化的 但是 数组能变化吗 我把数组变成123 行不行 这肯定不行吧 数组要是能变123的话 那常量cos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好 咱运行看一下 够 怎么样 跟刚才报错一样吧 数组呢 不能够变更 有朋友说 数组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push行不行 咱们试试啊 list点 push 没问题吧 我push一个 诶 稍等 我push一个谁进去 比如说push一个99 没问题吧 好 咱们试一下啊 够 诶 稍等 我push完之后 我得把它打印出来 否则咱也不知道 push成功没成功 对吧 好 看一下 OK 换句话说 常量本身是不能够再复制 但它里面的元素 是可以重新复制的 OK 您明白这一点 就说明我今天这课给您讲明白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关于常量定义的方法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今天代码呢 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你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你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ESU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